歡迎收看金林天下奢侈品產業 真的是牽動了整個法國的經濟 包括現在全球的精品業 是受到需求減緩的衝擊 但是愛馬仕是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他們在第一季的營收 還暴增了有17%的幅度 就連LVMH集團 在去年的整個出口額 甚至超越了法國的農產品的出口額 另外在聯準會的部分 大家一直在等 到底第一次降息會是什麼時間點 那麼現在因為美國公佈了 第一季的GDP的初值是1.6% 這是創下兩年的新低 加上伴隨而來通膨的一個問題 始終沒有解決 所以現在大家認為說 聯準會首降的時間點 可能要等到年底的12月了 不過台股在今天 其實是並沒有受到衝擊的 在今天還大漲兩百多點來作收 另外現在整個AI的一個部分 也可以用在超音波上了 我們看到手持式的超音波 不只是重量減輕 而且在資料的判讀上 可以更快更精準 那麼到底它的商機有多大呢 另外其實吃燕麥 真的是可以來救地球 燕麥品牌他們推出了 吃全股位地球降溫的一個活動 其實包括吃燕麥甚至吃一些古豆 都是所謂的綠色食物 在全世界掀起了怎樣的一個綠色飲食的蜂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智埔產業趨勢研究所所長楊勝凡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林有明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陳薇良 大家好 前基金經理人溫建勳 大家好 我們先請教有明哥 現在全球的精品店 其實銷售有在趨緩的情況 但是為什麼愛馬仕是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他們在第一季的營收還暴增了17% 這個問題由我來分析真的很不客觀 但真的要問斐魚 所以今天這集節目我想斐魚應該很開心 我想愛馬仕這個 我想所有電子機前面的女性的貴賓 應該都很清楚 愛馬仕是飢餓行銷 它跟很多的品牌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要拿到它某一些 比如說薄金包 或者是凱莉包等等 基本上你是要配貨 很多東西是因為有限量的關係 所以限量就非常的殘酷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三月份在中國 港澳 台灣的一個客流量 雖然是放緩 然後他們會去買更名貴的 比如說是皮革 服飾或珠寶 早期的話 因為你要配一些絲巾 配一些其他的一些配件 然後為了拿那幾個包 什麼凱莉包 或者是領底包等等 現在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這一塊 基本上是沒有受影響 但是我必須要跟各位講 我們長時間在研究股市人 我們有發現一件很奇特的事情 不管是金瓶指數也好 或者是紅酒指數也好 它跟股市的高點會遞延 通常都是股市的高點先看到的時候 然後你發現金瓶指數 基本上還在繼續走 這個意味的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會去做一個說明 再來的話 有顧問公司就特別提到 LV這個集團 他在2023年的奢侈品的出口 已經超過了法國農產品2023年 整年度的一個出口 總價值是235億歐 那這個數據顯示出來的話 其實奢侈產品 對法國經濟的一個重要性 因為像他們的葡萄酒 起司都是很有名的 沒有想到LVMH集團 比他們還厲害 法國就是一個紅酒之鄉 對 那紅酒之鄉 照理說應該紅酒的產值 要占整個國家的GDP 很高的一個比重 但是說實在的 金瓶其實是更高 那我覺得LV這個集團裡面 當然他旗下有很多的一個品牌 對 那這個品牌的上去的話 就意味著 他畢竟還是所謂的奢侈之都 或者是精品之都 但我們另外在看到的就是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Prada 我們現在來講Prada好了 第一季的一個淨營收成長是16% 佔總銷售的15% 他旗下一個MiuMiu的 上季的一個買氣增加89% 他是被MiuMiu帶動了 對 那我們先來講 這個Prada這個品牌 Prada我覺得早期 其實在2008年的時候 這個全世界的一個精品 都是因為中國人的消費力 突然變得很高 所以愛馬斯當然是不敗的神話 那接下來的話 當中國開始變有錢的時候 那時候金澳 整個中國的一個建設起來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是大局的開始去擴散 包含像LV 包含像所謂的Prada 包含像Kuji 但是適隔了10年之後 他們中間這三個品牌力 就開始有很大的差別 第一個08年到12年的時候 所有幾乎大陸的人 人手都有LV 對 都有LV 然後後面就開始買氣 擴延到Kuji 那Prada是一個比較年輕一點的品牌 就是他看起來的話是年輕族群 但是他這個品牌被什麼帶動呢 被一部電影叫穿著Prada的惡魔 對 是被這個東西帶動 那後來你發現Kuji沒有在成長 因為Kuji的東西看起來有點偏老氣 那LV的話因為人手一件 所以大家也開始保持而已 就是沒有 那他後來也開始去做 所謂的限量的飢餓行銷 所以他的一個品牌力 跟他的一個銷售 反而維持住 那Prada的話 因為靠他其他年輕化 像MiuMiu這一塊 就整個起來了 上級MiuMiu跟Prada 已經是高居了 整個在旁榜的一個榜首 那帶動的一個短煞音 迷你群等等 所以他這個是一個輕奢侈 或者是你說是一個什麼 評價奢侈的一個部分 那跟運動品牌New Balance 這一塊的話 合作的一個跑鞋 所以他們現在有很多聯名款 都一直出來的 然後就很多的一個限量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2024年的 第一季的全球熱門品牌 MiuMiu已經占到第一名 Prada這個第二名 西班牙的Loi Bay 對Loi Bay 然後再來叫BV 等等 那他一下牌上去 Visas其實我覺得 他的名次還稍微高了一點 對 然後這個Fantino 巴黎世家 對 巴黎世家等等 所以那精品業在亞洲 當然就是兩樣型 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Cucci母公司的一個開運集團 第一季的銷售 其實是年減10% 這跟中國人的消費 有很大的關係 中國人其實對品牌的一個 這個漲跌 最近的Cucci 確實是沒有那麼被青睞 那中國市場兩極化 也變得比較嚴重 要你就是找最頂的 M型裡面的 比如說你往Hermes這邊走 要嘛你就是找更便宜一點的 所以這一塊 借在中間的這個Cucci 就變得有點不吃香 對 不過我們再請教有明哥 現在感覺上 中國消費力道有回溫 但日本會不會贏他 我們知道日本股市 在去年真的是大漲 也創造了很多新型態的有錢人 對 我覺得電視機前面的 你們自己自首吧 就是你們去年到今年 你們真的有沒有 因為日元貶值的關係 覺得機票也變得很划算 然後到日本的話 去買一些金品回來 直接去日本買金品嗎 對 或者是日本去排隊 有的請舉手 一定有 那我想研究機構這邊 特別在預測2024年 全球奢侈品的一個市場裡面 日本這一塊銷售是 323億的美金 那當然中國 因為你貝斯大 你人口數就它的七倍 七倍到八倍左右 所以中國560億也很正常 那當然日本的一個消費金額低 但是成長率卻比中國來得高 成長率 日本是4.69 中國的話3.93 那當然不是因為中國本身 自己的消費 主要是外來人口的一個部分 日本當然是因為你匯率貶值 所以大家就跑進去日本 那日本本身的話 因為夏季獎金的增加 跟觀光加溫的一個關係 所以帶動它所有 包含像你的服務業 然後這個旅遊業 甚至是精品業 有精品 有旅遊就會有精品 而日本股是2023年 歷史性的一個大漲 當然有跟很多新興行業有錢的 YouTuber這些年輕人 這個年齡層一直在下降 所以這一塊的這個自體經濟 自媒體的這塊發達的時候 也會帶動這些 而且老實講 你自己再去做一個直播的時候 你一定是身上 要有一些 人家對你第一個印象 對 所以不管怎麼樣 看你穿起來戴什麼 對 你不管怎麼樣的話 你都會有一些類似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當然日本最近有一些少子化的一個問題 所以有一個銅裝品牌叫Mickey House 那Mickey House 其實在十年前就開始紅了 對 只是說 因為它當時在紅的時候 它是非常非常小眾的 非常非常小眾的一個牌子 那只有日本當地跟外國 就是開始去找到這個潮牌 甚至是覺得它非常有潛力的人開始在買 不然之前不會很有名 但是後來它慢慢的 就以繪畫或者是什麼 開始打入 就變成說像有點像類似 現在Stuzy 或者你去看到 找很多人來聯名的之後 然後繪畫 做彩繪 然後就讓它變得整個很活潑 所以現在包含像台灣 比如說你去看到的SOGO 或者什麼的 他們都會開始引進這個 Mickey House這個牌子 對 所以現在有很多的人 就覺得穿Mickey House給小孩子 其實是另外一種 我朋友有送過我一件 送給我小朋友 但是那時候的價格沒有那麼誇張 但Mickey House 現在真的是貴到很難下手 真的 所以現在有很多的牌子 有的時候你要養 當你覺得說 它這個牌子很有潛力的時候 然後現在的時間點 你就拿一件十年前出來 你看我當時買多少錢 一件大衣現在要八 九萬 對 你看現在多少錢 對 這跟股票概念很像 然後這個受益於日股的一個暴漲 最近日本的一個頂級客的一個購買力 還是很強 我們必須要去講說 日本整體 因為我們做了很多集的節目 匯率的關係讓很多本土的 內需的一個產業是不好 但是有錢的人基本上還是很有錢 我們另外在看蓬勃社這邊 有特別在提 最近最大的一個問題 應該就是日元匯率一直在貶 現在的話已經貶到了 34年來的一個新低 當然歐美的觀光客就會進去 我們之前做了一集節目 就提到就是說 當然之前因為貶值的關係 帶動了觀光 帶動了日本股市的一個上漲 甚至是很多人去買一些 像我們剛剛說 除了精品以外 像這一款錶 泰格亞伯的這個錶貼基 然後它的運動碗錶裡面 如果你到日本去買的話 因為匯率的關係 你可以省很多錢 可以省多少錢 比如說1350美金 大概是新台幣 43,990 省這麼多 很誇張 但我稍微換算了一下 這個錶型的話 應該是差不多落在 18萬到20萬附近 所以這個比例的話 其實是相對蠻高的 非常非常高 那另外的話 萬寶龍的原子比 艾瑪斯的圍巾 Prada的太陽眼鏡等等 基本上都會省到 因為價差的關係 那現在我們回頭說 這種好日子大概還有多久 就是我們還可以利用便宜的日圓 到日本去狂掃 日圓的甜甜價 還可以持續多久 甜甜價到底還可以維持多久 因為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天 因為今天的日央的會議 特別要決議 到底是不是會有一些 比較激進的一個會率政策 結果出來的結果 還是維持現行的 它的伸縮幅度 大概是0到0.1 這個就跟市場之前的預期一樣 所以導致說今天的日圓 其實在下午收盤的時候 已經正式的 已經快來到157 大概是156.69左右 156.69左右的話 其實已經變成日央的 不管是你去看到的 這個吃天生人吃天喝難等等 你用口水人家已經不信了 因為你告訴我說你要守 然後包含像你看 那個UNIQLO的老闆對不對 這個基本上都守不住 所以你現在唯一能夠讓日幣 在這個地方守住的 唯一就只有神習 可是你又不神 所以接下來的話 如果日幣狂貶 當然會帶動一些亞幣的 一個禁貶 所以這一塊的話 也是整個在國際金融上面 要注意的事情 好 剛剛有明哥 但我們看到 就是因為日圓的這個貶值 我們看到很多人現在 會到日本去買金品 那麼覺得這個日圓天天價 換算這個匯率下來 真的很划算 但是日圓的這個弱勢 它另一方面反映 美元非常的強勢 美元為什麼還是這麼強呢 就是因為大家都等不到 美國聯準會降息 原本說好的降息 結果時間點一言再言 微量 現在甚至說 可能要等到12月才會第一次降息 好 那昨天美國公告了兩個 非常重要的經濟數據 那分別是代表經濟成長表現的GDP 下降了低於預期 而關係通膨的核心PC 確實增加 而且也是高於預期的 所以這個其實代表 現在對於股市來說 應該是處於一個 非常艱困的環境 因為大家最害怕就是 經濟的動能下滑 而且也很擔心 通膨的壓力又持續的復燃 結果沒想到 昨天的美國股市 其實是先軟後肩 落中透強 因為開低大跌之後 這個跌幅是有收斂的 甚至像代表科技為主的 費成半導體指數 甚至是上漲 所以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們來好好看清楚 那其實以這個第一季的GDP來說 初值是1.6% 那市場預期是2.5% 所以明顯的產生一個落差 那去年第四季的部分 則是3.4% 所以呈現幾乎可以算是 腰斬的狀態 那再來就關心 剛剛提到的物價水準部分 核心CP 核心PCE3.7% 那市場預期是3.4% 所以代表 的確確在原油的價格 往上推升之後 又讓整個通膨的壓力 看起來逐步的在加重當中 那重點在於 市場的反應是什麼 那我們看到 因為美債的殖利率部分 就明顯的揚升 那像兩年期的美債殖利率 是跳高了大概9個基本點 那這一次整個市場 預期美國降息的一個時間點 看起來持續的往後延遲了 那我們根據最新的Faywatch來說 12月如果要降息一碼的機率 這5到5.25就代表是降息0.25% 那這個一碼的機率剩下38.9% 所以從早先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預期三月就要降息了 資金活水要增加了 然後開始遞延到第二季的 這個可能5月6月 那接著大家會討論 大概要等秋天9月 那現在看到了12月 這個冬天 冬天就想到 到底什麼時候降息呢 不是在此時 不知在何時 我想大約會是在冬季 但是其實這樣嚴格上說起來 其實就算是12月降息一碼的機率 說實在沒有很高 不到四成的機率 對 其實這個比例也滿低的 所以也難怪 現在而在整個華爾街 另外一股聲音就是大家認為 根本在2024年 你是看不到降息措施 今年根本不會降息 根本不會降息了 所以其實這個利率的一個變化 只能說真的是詭證多變 那因為畢竟整個經濟環境 還有整個物價水準 其實也讓聯準會 不斷的去修改他們的降息劇本 所以在市的部分很明顯 因為殖利率往上彈升 代表就是債券價格下跌了 所以看起來債券市場 是比較悲觀的 但我們如果看股票市場 剛才提到 其實基本上是開低走高 甚至有逆勢上漲的情況 那這個就是最有趣的部分 就是市場永遠是對的 市場代表就是趨勢 所以我們才會說以市場為師 所以股市其實明明就是偏多解讀 那為什麼 因為同時有兩個數據出現 那按理來說 股市應該也要在相對高檔 去反映這樣子的利空 可是卻呈現了韌性 代表因為有一派人士認為 既然GDP放緩了 那這樣子 美國聯準會 你還能夠拖到12月才降息嗎 雖然Faywatch的一個明明的預估 看起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在股市做多投資人 卻不這麼認為 他們可能是自行腦補也好 或者說有比較樂觀的預期 就認為美國總統大選前 應該就會降息 就是拜登有他的考量 不可能不降息 對 一定要降 而且不會拖到大選後的12月 所以大家就自行開趴 就嗨起來了 所以我認為以科技股來講 尤其是費成半導體指數 其實他們是對於利率 最敏感的族群 因為相對來講 很多半導體股 就是高本益比 或者是高位階 或者是相對高價 那這些三高族群的股票 一旦降息預期不見的時候 通常他們就率比較重 那所以費半收紅的話 他代表 對 所以就是市場根本就不相信 費Watch的一個數據 認為其實聯準會 在接下來幾個月 可能還是會突然 再去修改降息的劇本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在昨天還有兩個重要的 推升指數的工程 一個就是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 他因為公告的第一季的 一個營收獲利都很好 那重點是放在雲端 也就是AI部門的利潤飆升 所以股價大漲 另外一個部分則是微軟 那其實當然也是因為 跟雲端有關 所以其實現在整體的科技產業 雖然強弱有別 不過真正聚焦的產業焦點 還是會放在AI為主的產業 好 另外在昨天 大家也非常關注 就是在英特爾的部分 他們公佈了這個財報 其實獲利表現是比 華爾街所預期的要來得好 但是對於他的這個財測 是比較疲軟的 這讓市場非常的關心 對 那因為盤後看起來 其實英特爾股價馬上是重挫 主要就是在反映 其實他對於PC的前景是也比較保守 那另外其實在伺服器的部分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AI伺服器跟過去 這所謂通用伺服器 傳統伺服器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其實在PC跟這個傳統伺服器 現在看起來復甦的力道都不如預期 另外這一次的財報是英特爾 把晶圓代工事業切割出來之後 獨立的財報 可以看到其實上一季晶圓代工表現 是年減10% 這個時候就讓大家 馬上回憶起不久前 台積電法說會的重點 他不是下修了別人的展望嗎 這個別人我們就再幫大家快速看一下 就是全球半導體市場 從預期今年可以成長10% 變成是10%以上 原本是成長10%以上 下降為大概就是保持在最多就10%的成長 另外全球的晶圓代工 原本可以成長20% 下修到15至17% 所以完全就是跟英特爾的一個 猜測的看法 不謀而合 對 完全就是互相呼應了 因為的確英特爾的晶圓代工也不好 然後英特爾對於半導體的 中端下游應用的像通用伺服器 或PC NB這些前景 也看得比較保守 所以其實現在你在挑科技股的時候 真的不能亂槍打鳥 因為會很明顯出現強者越強 但是弱的 你永遠就是等不到那個補漲的列車 所以我們再回頭看台灣這個部分 那封測的龍頭日月光 在這個昨天的法說會上也表示 因為先進風雙需求大增 所以他要上修今年資本支出10% 那就是整體今年的資本支出 將會年增50%以上 所以相關的一個股票部分 反映在盤面當中就是 AI概念股 尤其是有吃到揮達新的晶片商機的股票 還有就是仍然在COAS 設備這個族群來講話 先進風裝的部分 對 其實大家覺得漲多了 但是看起來每次的拉回都有限 但是股價動輒又持續的創新高 那這邊我們看兩檔 COAS的一個設備股 那這次不是在講 這個紅素萬潤星雲 這個三劍科過去 大家可能已經很熟悉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今天來講話 亮燈漲停板的穆德 為什麼它很大漲 就跟日月光上修資本支出有關 日月光在去年私募入股了穆德 取得大概23%股權 成為它最大的股東 那既然日月光要擴大資本支出 那自然穆德就會受惠 那另外 疫發的部分 是相對大家比較沒有 那麼多的關注的一檔 COAS設備股 但是它應該是目前盤面當中 COAS股票裡面最便宜的一檔 那不久前公告了 三月份字節EPS 單月達到0.9億元 那換句話說 其實今年它非常有實力 挑戰全年度賺到8塊錢以上 那另外來看的話 那三月份單月的淨利率 已經跳高來到18.41% 甚至比剛剛提到的 這個COAS的三建客 或者是盤面當中的熱門設備股的 獲利水準都還會來更高 目前來講 我認為這兩檔個股 其實現行都沒有破壞 都可以偏多操作 但是就是急漲不追 拉回量縮的時候 靠近均線去找買點 好 剛剛微量帶我們看到 雖然在台積電法說的時候 對於半導體的一個展望是比較不樂觀的 加上英特爾的猜測也不佳 不過在接下來如果說是有AI的話 相關的一些族群 還是可以值得留意的 我們說AI現在的整個運用面 是越來越廣泛了 尤其是用在整個醫療上面 像現在我們要請教Simon 這個手持式的這個新型的 手持式的超音波 就是因為有這個AI的關係 它不只是重量可以更輕 而且價格也可以降低嗎 我想這個新的這個超音波的這個AI的設備 其實是第三世界 或是我們偏遠地區 甚至是寵物的一個福音 主要是以前的話 我們都知道 它其實要九十公斤 然後平均一台要三萬塊 要一百多萬 然後現在已經是小型化 而且品質其實比它差一些而已 不會差的太多 然後整個的用AI 所以平價就是只剩下十分之一左右的價格 然後重量只剩下三百分之一 從九十公斤到三百克 對 因為手機 它還有一百五十克 跟手機差不多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新的 而且在AI這邊非常好的應用 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因為他AI的演算法是 之前我們有提過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沒有醫生 你怎麼會操作 所以AI它可以指導你怎麼操作 所以你只要看得懂 然後你就會操作 所以它變得非常簡單 很簡單 那當然有自動判斷 自動分析 這是基本上 他取得影像之後 可以輔助醫生去做判斷 所以他沒有因為他變小 判斷就比較不精準 他反而會更精準 因為他有AI的演算 那AI的演算 大家可以舉一個例子 因為我們現在有GI 就是GPT的四 大家看這是甲重線 可能有點小 這是甲重線 然後他就判斷說 這邊有病罩 然後他開始就去分析 ChallengeGPT 就開始去分析 分析說你的甲重線 這些真的是有病罩 這些是沒問題的 這個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告訴你說 這個需要再給看醫生 要治療 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他有辦法提供更好的判斷 這就是因為AI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現在有很多的廠商推出 那主要我們可以看 第一個是Botterfly 他其實跟我們臺積電是有關聯的 臺積電 因為他一開始的做MAS的 一個相關的一個 超音波的一個相關的探針 他把他封在一個SOC裡面 所以他的成本直接降一半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價格 他其實兩千到三千多 因為品質 因為相關的應用不同 兩千到三千八百九十九美元 其他都要四千以上 所以價格很有競爭力 非常有競爭力 所以他現在也是賣得最好的 在全球裡面 那主要就是因為我們剛才一直講到說 品質一定要好 所以現在的品質 其實都已經夠去做AI的分析跟判斷 另外的話 他現在甚至有一些可以做Wi-Fi的連結 你看Botterfly 他這邊可能就是插一個 直接插手機 就可以看得出來整個的狀況 那還有Wi-Fi 那另外的話 其實他可以偵測到你的AI的心臟 包含還有你的殘顯 這些都可以有辦法偵測 那現在甚至連肺部 他有辦法幫你測出來 到底你有沒有肺的一些問題 那再來的話 臺灣其實做的蠻好的 包含華碩 華碩他的科技的一個能力 其實真的蠻強 他做的是AI 輔助功能 就是你可以用講的 所以你要探測 大概是假狀線 還是肺 還是心等等的 直接用縮的就可以操控 他也可以做一鍵的優化 跟自動的量測 所以整體來講 其實因為新的這些手持式的設備 加上AI 其實整個超音波的設備 現在又便宜又好用 然後又準確 所以他也可以用在包括居家 或者是遠距離的這些治療 是 所以這個也就是未來 主要的成長的機會點 我們說 因為以開發國家的診所 跟現在如果你很便宜 像我們的山上 你要送到診所 診所你要剛好有那一臺機器 你要送到大醫院 你可能又有時間的問題 你一下子肚子不舒服 搞不好就量一下 自己量一下就好 你就不用跑那麼遠 你在社區可能裝一臺就可以 所以像以開發國家的 這些偏遠 其實遠距離醫療是有幫助 另外的話 中低收入的國產險 你要知道 其實我們那些非洲也好 肯亞也好 其實他們很多的胎兒 到最後是胎死腹中 但是這個他可以檢測說 你的胎兒有沒有期待落井 你的胎兒是不是正確的 都該有漲的都漲了 如果沒有漲的話 那怎麼去治療 以前都沒有 所以他們的這些的狀況其實蠻多 他們以前要造個超音波 真的是很麻煩 很麻煩 很遠 然後幾乎也沒有 所以手持式的真的很方便 因為有四十七億 他們統計過 MOTHERFLY有統計過 四十七億的人 其實是造不到超音波的 所以他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另外寵物 我們知道寵物也不太可能拿去醫院 然後就讓他照 所以寵物的醫療 尤其在心臟 貓跟狗的心臟 其實比較容易出問題 所以寵物這邊也是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去年大概只有三億美元 在這種相關的設備 然後預計在二零三二年左右 他可以成長三點六七倍 達到十億美元 所以他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商機 所以臺灣在做這一塊 其實也沒有缺席 首先我們談到 就是我們剛才說到華碩 對 華碩的LU800的一個新的產品 其實他現在已經可以搶攻歐洲 現在當然全台市政之一 還有東南亞 尤其是像泰國這些市場 其實泰國對我們臺灣其實蠻友善 不管申請或是法規 其實都跟我們蠻相近 所以包含我們看到像奔騰的一個智慧聲音 就是仁寶這邊 阿帕奇的Nail 那他也是做專用的一個微波的塑像成像 而且他已經取得FDA的一個認證 所以在相關的美國跟泰國的商機 其實泰國這邊他也沒有缺席 然後最後的話我們談到的是明基的加世達 其實他新的探頭的話 他其實整個的資訊跟影像的技術 也是提升一點氣倍 而且在歐陸也有取證 所以在這個科技 尤其跟AI相關的 跟設備 新設備這邊製作 其實臺灣這邊其實也做得非常有競爭力 好 剛剛三分代我們看到 是現在透過這個AI 可以讓原本的超音波 他體積變小 重量變輕 而且價格更有競爭力 這個手持式的超音波可以加速 讓他更加的普及化 不過我們說AI現在可以解決的問題 真的越來越多了 所以我們要請教建勳 缺人的問題也可以解決嗎 好 現在AI可以說 是完全影響到所有人的生活裡面 那吃也是當中很重要的一環 其實我們對於吃的想像有很多 以前我們講說料理鼠王 就是很厲害的五星級鼠鼠 居然是一個老鼠 那現在這種情況會不會被AI所取代 其實非常有可能 我們先來講AI它如何改變 這個飲食的文化 有沒有 主宰飲食業的未來 是這個組 好 我們先講在食譜的創新上面 那這個IBM它開發一個AI系統 它用不同的配料 去組成新的一個食譜 就是因為我們人類 會想說一些限制 但是AI沒有任何限制 它有些食物搭在一起可以搭 它就去搭搭看 譬如說它創造了 這個奧地利的巧克力捲餅 我們知道這個奧地利的巧克力蛋糕 是它的一個很有名的甜點 但是它用捲餅的方式來做 獲得滿大的歡迎 譬如說越南 大家去吃鹹港是吃串燒 吃完之後用一串 兩串 自己去算錢 那它把串燒裡面放進了蘋果 蘋果烤肉串 所以做了AI的這個是 菜單的一個創新 那AI還可以做什麼 點菜的創新 我們講說用手機點餐 這已經很落伍 這已經很正常了 這沒什麼了 如何點餐呢 譬如說溫地漢堡 它跟Google合作 打造聊天機器人 那這得來速裡面 去做點餐 其實斐魚這件事情 聽起來好像很容易 但其實很難 就像譬如說 我們開了一個車子進去 有沒有 我們車窗搖下來說 我要點東西 那這個機器人聽到到底是音樂的聲音 還是我真的要點餐 或者是小朋友說 我要冰淇淋一份 然後爸爸就可能說 吃到壞了 冰淇淋 我要大薯條 小孩才是真的要點餐的人 所以如果 小孩說了算 所以你光是聽機器 可能聽到兩次冰淇淋 跟一個薯條 有沒有 但其實爸爸真的要點的 只有薯條而已 有沒有 這其實這語音變是很難的 那最後有時候我們在點餐的時候 我會講一些小的 就是一些不一樣的口語化 比較簡單的說 譬如說大薯小薯一中可 大家人類聽得懂 但是機器聽得懂嗎 我不知道 譬如說我要一杯大奶微微 大杯奶茶微糖微冰 像這些都是AI 未來在聊天機器人裡面 都要去做客服 但現在溫地漢堡 已經開始跟Google 來打造這樣的聊天機器人 像剛才講說這些人類的口語化的 就需要去被客服 因為其實溫地漢堡之前在台灣 他們1999年就撤出了 但其實溫地漢堡在美國 是很大的 他們算是第三大連鎖的 這個漢堡品牌 在美國的時候會去吃 那我們最後再來講一下 就是主廚的這個AI機器人 也在慢慢的被培養當中 2023年建橋大學要研發料理 機器人學習做沙拉 就是他先看我們人類 怎麼做沙拉 然後這個AI機器人再去做學習 但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人的思考 同時我要想怎麼切 同時我要拿什麼料 那根據這個是去年的研究報告裡面 有93%的時間 是可以辨識正確的食譜 就是說AI可以辨識出 這是蘋果 這是芭樂 這是香蕉 這沒有問題 但是辨識人類的廚師動作 是比較難的 譬如說一把刀子我拿起來 我到底是要切東西 還是要扶一下眼鏡 還是抓一下頭髮 所以這些機器人他會自己去看影片 自己去學習做判斷 他跟人類去做學習 但是他判斷人類的廚師的辨識率 沒有那麼高 只有83% 那當然他可以 因為他自己創作 所以他可以創造出九種 不一樣新的沙拉 這個也很厲害 93%的時間可以識別出正確的食譜 但是話要講回來 食安是百分之百零容忍的 所以距離這個五星級AI主廚 恐怕還有一些時間 好 不過我們說到吃 現在大家也越來越喜歡吃 這個所謂的綠色食物 像是燕麥就是其中之一 對 沒有錯 因為根據這個統計 這個凱杜集團的一個飲食報告裡面 就是說大家都還沒有想到 原來我們吃的東西跟地球有關 對 所以吃燕麥棒 穀物棒 可以救地球 為什麼呢 我們講說拯救地球 你下輩子就可以投好胎 我們這輩子就多拯救幾次 根據研究 就世界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四分之一是來自於 你的糧食跟農業 所以如果用綠色飲食取代肉類的話 你可以減40倍到100倍的攤排量 所以為什麼講說 綠色飲食這件事情上 是要被推廣的 那在台灣來講 可以有機會點是什麼 就是骨豆類接受度高 大家喜歡吃黃豆 紅豆 綠豆 這些都可以接受 再來彈性素的人也很多 就是說我今天想吃素 國邊素大家可以接受 另外一種叫做海鮮素 有的人會吃海鮮 但不吃肉 因為肉是二氧化碳 這個來源最大 特別是四隻腳的 那兩隻腳的雞也是 滿大的排放量 但是魚 蝦 這些在海裡面的碳排量就很低 所以海邊素也可以揪地球 再來燕麥棒也是 像燕麥是個好東西 像我說要降血壓 降血脂 那這個燕麥棒也是大家滿能夠接受 那來看一下 韓國人現在接受度也越來越高 因為韓國人很喜歡大口吃肉 但是它現在就是不使用食物性的材料 這種情況越來越多 接受度越來越高了 好 那不只這樣子 像素食指一者 素食指一者不是只有種是素食而已 像蘑菇所做出來的皮包跟錢包 也被很多素食主義者所可以接受 因為你就想想看 如果這些皮革可以用蘑菇來取代 那我們就少殺一些鱷魚 少殺一些牛皮 是不是也是救地球 我們講說綠色飲食 或者是素食主義 除了拿來吃之外 我們用的東西也可以用素食 這樣的概念 這個滿凹口 滿容易 講到台灣國語 它其實需要被推廣的 你看 其實2017年阿根廷總統府 他就承諾說 我一個禮拜裡面 我一天要吃素 那總統府裡面有五百多個員工 都跟著吃素 結果2019年的時候 只有百分之九的人 認為自己是吃素 那一年以後 增加到了百分之十二 這很不容易 像當於超過五百萬人 對 而且阿根廷 經過這樣的推廣之後 他的人均吃肉的量 他跟韓國一樣 大家想阿根廷也會想到 他們的烤肉 他們也算是肉食足 而且養牛養羊超多的 經過這樣的推廣之後 他們每年的人均 從大概67公斤 已經降到了53公斤 所以回到台灣來說的話 這些教育也慢慢在推廣當中 像台北市下很多的 小學有無肉日你知道嗎 就是有一天無肉日 就是希望綠色的食物 能夠在地球上 有ESG的這種概念 從小就給他們灌輸這個教育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的是 在台北股市的部分 在最近真的是暴漲暴跌 尤其接下來這個 台積電所引發的 窄基指數 這樣的一個效應 會如何去牽動 台股的後市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台股在最近真的是暴漲暴跌 尤其在上個禮拜五中錯了700點以上 當時整個指數靠近季線 不過在這個禮拜有名告 它大漲的時候 感覺上這個量能都沒有跟上 是不是有價量背離的感覺 對 最近當然因為第一天 這個大漲500點的時候 大家其實很興奮 如果能夠續漲的話 我覺得買盤就不請自然 但是因為它一天漲 一天跌的情況之下 大家心中就會有那種 曬翁得馬燕之飛貨 然後跌下來的時候 曬翁施馬燕之飛斧 所以在這樣漲跌的過程中 很像最近的天氣 像今天早上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出門的時候 我出門很早 我看到的真的是萬里晴空 我想說今天應該是很好的一個天 結果聽廣播說 那個中午以後 會開始有雷暴雨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說 怎麼可能 結果你知道到中午的時候 就烏雲一片 就跟現在的台股很像 而且現在不光只有這種漲跌之間 它十里之遙不同天 就是有的時候 山前下的清澎雨 山後就是艷陽天 族群之間也會有 很不同的一個表現 所以現在看起來盤面很亂 但是我們常常在老手裡面 再講一句話 他說錢是英雄膽 價是好做 量是難為 所以基本上是新手是看價 但是老手在看量 那老老手看什麼 看籌碼 對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說大家對未來的一個股市 不是很清楚 它接下來的走向 因為我們大家會被 今天的表現所迷惑 所以我給各位看兩個 很重要的案例 給各位做一個這樣的鋪陳 第一個部分的話 所謂補量會回升 但是缺量就會打第二隻腳的慣例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這一檔是台積電 那我取的一個時間點 是在2020年3月19 也就是當時在疫情的時候 油價跌到 油價期貨跌到 -1010美金的那一段 那整個台積電下跌的過程中 有一個 兩個 三個缺口 然後結果爆出了一個 16萬張的 當時10年來的天量 假設我們把後面都遮住的話 我們不知道它接下來怎麼走 因為當時太恐慌了 對 但是後來在這個地方 出現了一個天量之後 它隔天出現了一個長紅棒 而且它的成交量沒有縮 它還是維持15萬7千多張 所以後來導致整個行情 就做了一個V型反轉 那當時就是以這樣的一個慣例 所以我們才說235.5 那幾乎是未來10年到20年 台積電再也可能看不到的價錢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 另外一個案例叫聯發科 這一段時間是2021年的5月12 當時發生什麼事 本土疫情爆發 因為我們台灣撐了很久 但是撐到了2021年的時候 我們爆發了 我們爆發的時候 比如說以聯發科 當時它是先漲停 直接灌下來 灌下來之後中間帶了兩個跳空 然後到821那天的時候 它是3萬1千張的成交量 也是10年來的天量 結果發生一件什麼事呢 它出了這個天量流的一個 很長下影線 大家就會想到台積電的案例 想說這個真的要反彈了 結果沒想到後面在反彈的過程中 一直沒量 那一直沒量的情形之下 各位有沒有發現B C 這個叫A 這個叫B叫C 所以它後來又打了一個第二隻腳 而且各位看一下時間 一個第一隻腳在5月 第二隻腳在10月中間隔多久 快半年了 五個月的時間 所以反彈的時候沒有量 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 對 所以這才是一個最大最大的一個關鍵 所以那一天為什麼在漲500點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非常care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那天的成交量 怎麼連4300億都不到 因為你這個行情殺下來 等一下我們來講 台積電從826跌到了740的這段 帶著那麼重要的兩個跳空 你在740那天 你也灌了一個這麼大的量 如果那天是止損量的話 隔天不管有沒有低點 你再帶一個紅量上去的話 其實才有辦法把這個地方的籌碼 做一次比較有效的換手 但是你在反彈的過程中 各位你看成交量越來越縮 然後外資其實在反彈的過程中 沒有很大的回補 然後第三個台積電 在下個禮拜的時候 4月29會碰到一個叫做載積指數 要不要列進去的關鍵 對 這會不會變成台股最大的變數 對 當然在前一個年度 2022年當時的載積指數是沒有影響 但是那個時候台積電的部位 跟現在的部位差很多 然後第二個現在是AI的時代 所有的人都在做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你很難讓它不變成載積指數 所以載積指數的意思就是三個月之內 它的這個三個月之內 有45個交易日 它每一天的這個權重 都佔了大盤的30%以上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台積電 在4月29很難規避 那被列進去之後是不是馬上執行 不是 它要再觀察三個月 才會取消台子旗外資的一個進出 所以這三個月之中的話 又會有一些很其他的影響 所以這個東西 終究還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然後我們再來看 這麼大的缺口 連今天的反彈也都沒帶量 對 這就是一個最大隱憂 然後你接下來看到的很多 奇奇怪怪離離口口的 你想也想不到的事情 很可能都會在最近發生 那第三個就是慾望城市 所謂慾望城市就00940之外 人的慾望已經滿出來了 然後再來的話 你看到金融的動盪 比如說日股的四萬點叫地板 台股的兩萬點叫地板這種言論 這個都會造成整個慾望横流 所以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我們把台股的一個沙盤推延 大概是這樣 就這一波從20883跌到19291 應該視為回檔修正的A波 然後因為接下來反彈是無量的 所以它能夠補多少缺口算多少 大概我畫在倒數 第二個缺口這個位置 然後之後會有一個 類似像聯發科 我們剛剛舉那樣的一個例子 就是可能5到6個月的一個 第二隻腳的回檔 當然我們這個是視為一個 比較健康的10到12% 即便我們用10到12%算 都應該要破19萬 但是這中間不包含國際的利空 所以我們希望 如果真的有灰犀牛 是可愛睡覺的灰犀牛 我們希望的是一個 求愛的一個這個黑天鵝 也希望是一個沒有髒嘴的鱷魚 跟一個飛不起來的凸鷹 所以如果是以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沒有太大的連鎖反應的話 台股就是正常回10到12% 這個叫健康的回檔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然後稍後來關心的是 的確在這個月以來 臺灣真的是這個地震不斷 當然也震出了所謂這個重建 還有都更的商機 整個營建指數 在最近的表現 是明顯的在領先大盤 那麼到底怎麼去操作營建股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了解 這個月以來 臺灣真的是地震余震不斷 當然也震出了一些重建 還有都更的商機 我們要請教偉良 在最近營建類股指數 真的表現很強 真的是領先大盤 的確 營建類股最近是大漲創新高 大家覺得說是不是因為地震 所以不管是都更或重建相關的商機 所以有一些聯想 有些題材助長作用 可是我們稍微舉例來看 這邊上面是長紅 下面是冠德 這都非常有代表性的 大型的掛牌建商 可是大家看看 這股價四月份是在這裡 所以你說它是四月份開始漲 其實不是 三月份就開始漲 所以其實我認為 這一波營建股的大行情 牛氣沖天 至少有五大利多一起匯聚了 所以不是只有一股力量 至少有五種力量 第一個來講就是錢太多 民間油資非常充沛 超額儲蓄 創下了近年來的新高3.3兆元 這些錢有些去買房子 有利於營建股 有些就進入到股市 也是買營建股 再來第二個 回到房地產景氣來看 目前呈現了價穩量增 大家說政府打房打房 但是其實能夠控制的 頂多就是有時候成交的時間 拉長之後量稍微低迷一點 可是價格說真的沒有明顯修正 而且最近其實都有回溫了 另外其實政府另外一隻手 也是在刺激剛性的需求 新親安貸款 就在首購的這個 其實整個狀況算是非常不錯的 再來就是台積電 在台灣大擴廠 所以中南部 因為過去幾十年沒有漲 相對的單價跟總價也是比較低 所以比價補漲的空間 現在嘉義 台南 高雄都在漲 對 而且其實就算它漲了三層 生活漲了五層之後 對於很多科技園區的人來看 還是覺得很便宜 再來就是這次強震後 的確就是有一些重建跟都根的商機 受到矚目 包括像台北市長 講話就提到現在要進入到大都跟時代 又讓大家更注意到整個營建股的題材 最後就是盤面的類股在輪動當中 最近科技股的景氣有一些疑慮 所以資金就轉往傳產股 而傳產股裡面要買安心的話 我想營建股配息跟業績都有底氣 講到配息 這就是為什麼三月會開始漲 因為那時候公告去年年報 然後開始董事會就宣告 今年的配息政策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五月份到六月份有很多高股息ETF 陸續要調整他們成分股 所以接下來營建股 只要市值屬於中大型的 然後殖利率有4%或5%以上 很有機會取代部分的一些電子股 然後成為新的成分股 那我們來看 其實操作營建股 短線看股息 就剛剛提到 最近其實殖利率還是成為一個焦點 而且大家在2萬附近選股票 會希望至少下檔的風險不要太高 所以這個股息能夠撐住股價 中線的部分看業績 也就是看到底誰今年或明年 能夠陸續有建案可以交屋入障了 因為他們採取完工入障法 所以在2019年以前 那時候就疫情之前 有很多預售屋大推 可是碰到疫情之後 原本可能三到四年能夠完工的案子 稍微因為缺工缺料的原因 所以地延可能蓋房子的時間拉比較久 四年到五年 那就不剛好就落在可能2023 2024這幾年嗎 所以去年有些業績就不錯 今年就配息配得多 有些是今年跟明年 陸續有陸展 最後長線看庫存 假如營建股的庫存指的是什麼 當然就是土地 誰的土地多 第一個 其實你早期的囤地 當然現在的帳面價值 如果重顧的話都不得了 二方面來講的話就代表了 建商對於可能未來5到10年的 長線的推案 它是很有計畫的 所以也代表好像 未來的5到10年的在手訂單 它是很有把握的 所以這邊我們就把目前比較熱門的幾個營建股 整理給大家 可以去參考一下他們相關的數據 事實上最近營建股 真的整個漲勢是還滿整齊的 其實大概從幾個指標股往上漲之後 最近一軍的 二軍的 甚至三線的營建股 大概都是呈現這種大多種的 二 三線的營建股也都上來了 對 說實在的 這個時候有時候好像也不用分析師 你找猴子設費標 可能也會有不錯的跡象 不過我們還是要認真挑選 所以這邊我優先建議就是說 反而人著墨比較多的 就是五五三四長紅 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這個 每股庫存是金額比較高的 那冠德爾來講的話 最近投信也積極在卡位 今年預計任列入帳的話 EBS可以推升到六元以上 所以算起來 它的目前估值都還是非常便宜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 現在都還沒有到夏天的用電旺季 就已經頻頻都傳出停電的情況了 接下來整個儲能市場 是越來越重要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現在還沒有到夏天的用電旺季 但是已經頻頻傳出一些這個缺電 停電的消息 加上Simon 現在如果說我們AI運算的話 也會是用到很多的電 所以儲能市場是越來越重要 沒錯 我想大家應該有感受 現在今年忽冷忽熱 對 所以你看2024年其實呢 已經有六次 現在才四月 2023年也才七次的被載不足10% 現在都還沒有進入用電旺季 對 所以我們現在氣候異常 其實也造成整個用電上面的一個調配 已經六次的被載不足10% 對 再來的話你剛剛提到 那個AI運算 昂的執行長說 現在AI的像那種OpenAI的運算 佔美國大概不到4%的用電 但在二零三零年 有可能會佔到美國20%到25%的用電 所以你知道什麼叫做吃電怪獸 所以我們要因應整個吃電怪獸 AI運算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但相對的我們要把這些的電也要準備好 那電準備好 我們都知道說第一個 你就是要有機載的發展的一個發電廠 像天然氣 地熱這些 但是他需要時間 所以最快的話 就是剛才主要提到 就是儲能系統的一個擴建 現在其實是最快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其實綠電 太陽能升發電 然後風有沒有風 所以一定要儲能去搭配 那儲能也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儲能裡面有分錶前跟錶後 那什麼叫做錶前跟錶後 大家有一個概念 就是你蓋在太陽電廠 或是風力電廠旁邊的 就叫錶前 那錶後的話 就是在相關的 你可能就是 你是不是在家裡 你是不是像Tesla一樣 有裝一個像Powerwall的這樣 然後去調配 或者是台積電 他一定會有一個不斷電的系統 這些的話就是錶後 所以在相關的錶前錶後 其實都是未來的生意的一個來源 所以我們也看到說 儲能的話 在未來可能從2565億 會升到4758億 大概還有2000億的市場 我們認為是有潛力 然後台灣現在已經已經在佈局了 而且是國內外都有 我們像華城它錶前 就是暗場這些儲能的暗場 另外跟國外的G1也有合作 台達電錶前錶後都有做 台灣全套的儲能的系統 然後65%也是台達電拿 然後也消亡 它有成功的經驗 謝謝消防